靠边说这个月的月底不是陆家嘴咖啡节吗 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当天这个陆家嘴咖啡节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分会场有一个展位 所以说呢我今天就约了我们的设计师 插画师小姐姐来今天跟她聊一下 我们这个展台的一些布局设置 还有一些产品周边的一些制作 找咖啡店吧跟她聊一聊 好 等下见好了 先吃个煎饼吧 因为中午还没有吃饭 这个我们的 什么样子拍事情 对 我今天拍vlog 这就是美食服务的那种感觉对吧 小哥你每天要做多少个煎饼 三四百个 哇 这么多 我说声音是吗 我以为这个一两百个就顶天了 只有三四百个 一两百个不够吃的 看来还是这个 你的手艺好 那挺好的呀 你看我来就是买了个煎饼 我没买咖啡 难怪它这个煎饼能卖三四百个 它这个煎饼做的就是很脆 它这个加热 加热的还蛮均匀的 slap time今天人这么少啊 点个咖啡喝 我点的都是起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设计在各个地方的这种插画 杯垫对吧 你觉得它的眼睛和眼神是很迷离的 就是说它已经喝 是迎合你们的那个slogan对吧 嗯 然后这个杯垫的话 你看它是纸质的对吧 一个棉纸的材质 就会比较厚它会吸水 然后如果你有那个咖啡汁 撒上去的话 你会看得出来 就是你有垫那个咖啡 嗯嗯 那如果要是有咖啡的话 它会脏对吧 对 但是咖啡汁会上去 然后不是现在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咖啡 专门弄到那个纸上面 不同的深鞋你可能多蘸一点 然后那个纸就会更深一些 哇相当于是自己又定制了一个杯垫 哎对对对 就有使用痕迹 我觉得反精致主义 把那个咖啡节的小人物 然后把它们单独提取出来了 然后做了一个小设计就很适合 以后可以做点那种什么 资议券呀 抽奖票啊什么的 就这个会比较干净 然后这个就会更热闹一些 我总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面 都是那种炯炯永神的 有一种情绪在的 他的开心的状态 我都能从这个眼神里边get到 这个我那天发了个微博 那个有人留言说这是什么风格 我说这是比较小众的风格 然后这个是贴在杯子上 Coffee'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是我们的slogan们对吧 这个手机支架你看就是 对然后透明的亚克力的材质 然后呢就是 在咖啡里洗澡 你看这是我这个壳子上面贴了一个 但是我把它贴下边了我没有贴中间 是因为我贴在下边的话 我有时候直播或者我有时候拍自拍照的话 然后呢我把它靠在这个地方 哎一过过来 这就是一个可以拍自拍的 是不是啊能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陆家嘴的咖啡节的这个小东西还挺多的啊 试一下 很能装的对不对 哇这个好大 可以把你的包放里面了 刚好是不是 这个包有这么大呀 这个如果是在草坪上面的话 它确实是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超美 对啊这个 这个质感很好啊 这个专色就算了 这个和这个都是专色 而且把肩带坐在外面看起来好看一些 确实 今天过来看了一个博朗的展 是在这个武康大楼这个里边 你看里边有很多的展示的一些老的电脑啊 或者是一些博朗的 他们以前设计的各种各样的音响啊 体恤刀啊 各种各样夹里面使用的 它是1969年2月14号出产的 它是原先是一台大白色的 但是因为它其实有不同的颜色 白色绿色白色 所以它会代表不同的城市 每次都会代表意大利 然后我们政府全有比较幸运收到 那就是白色的情人剑打字机 所以叫白色情人剑打字机 那这个打字机 它现在还是可以工作的吗 可以工作 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 机械剑 就不像现在那种电子产品 那被时代配付 它了一些电子剑它配不到 那工具的机械剑的话 不太容易坏 如果不坏的话 它还是比较好的绿色 这看起来还是蛮新的 还是有一点那个时代的痕迹 对 时代的痕迹 那这个的话是可以携带的 或有放到这个里面 这个好多 它这个设计的真的是 还是变鞋式的 这一台包的话 其实是从这一台 那个时代是很时髦的一个 可以这样 全世界第一台便携式的 是小的是吧 是的 嗯 其实有些 像公文包一样 哇 以前真的 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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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它其实侧面看的话 一点微微抬起 像小狗都是 这个 以前设计的 它电视机背面 都是有设计感的 对 日常自体也很漂亮 嗯 哇 这个后面有一个 这是一个 现在有一个 筒状的一个东西 就是日本兽他们的预装很大 嗯 就比如说那时候它打火 就有这么多的意识形态 像这样的打火 就可以试一下 因为那时候它设计 讲究的 可能一个是功能性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设计 它也要符合在家里 是个艺术品 这应该是个女士的体系道 嗯 嗯 它大概就比如说 就打开的按键就在这里 就我们现在很多电脑教授 今天来的咖啡也这么提醒 嗯 他们为什么现在都不做点 这种材质的复古物业的那种 对啊 如果做成这么一个电脑 我觉得肯定慢火了 对啊 因为别致 因为现在电脑 我觉得五六年做的都是 七八年都是做的一模一样 这应该就开光了 就是咖啡豆直接放里面 就直接就给它搅碎了 哈哈哈哈 吓了他 吓了他 哈哈哈哈 哎呦吓一跳 你的口声又出来了 胆子可小了 这恶霸一点都不饿 对 像这个它应该是不掉毛的对吧 一点点 哦 八哥 两个八哥了一起 八哥 八哥 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社交活动 都变成了这种宠物社交了 你看这是一个宠物女 每个人带一只狗子过来 聊着聊着大家就变成一个朋友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小社区了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 就比如特别像一线城市 很多都会用共同的这种爱好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社交 就比如有喜欢这个骑行的宠物的宠物社交 对吧 大家都在这个小圈子里边有共同的爱好 自然而然的就打开了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之后也是一个趣事 这边路过了一个 这是一个小的咖啡店吗 对 小的咖啡店 还有一个院子 对 还有一个小院子 你们店叫Bella Bella小路 您是咖啡师 对 你们这边什么咖啡好喝啊 手冲衣服都有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menu 好的 哇 还有淮海路还有这种有味道的小店 小店 谢谢 谢谢你啊 这位 帮我点一个美式咖啡吧 好的 就这喝吗 可以啊 白咖啡是加的牛奶的是吧 对 加牛奶的是白咖啡 这外面好了 可以啊 里面有点凉 你坐在这儿 好 好的 谢谢 专门看咖啡店 美食的旅游的 送给你吃的 感谢 还有这个瓜子 这个老板可以的啊 这个老板会做生意的 哇 这个老板可能是觉得 今天的天气比较冷 这个温度做的还是比较烫的啊 我们家是自己的花园 知道吗 不用房租 所以我们的价位是非常的平民 这是你自己的房子 对 那还开什么咖啡店 直接租出去多好 那不行 我自己喜欢坐牌 我咖啡我20多年前在日本就学过 哦 然后回来就是一个小 这是小梦想的 我要是你我就躺平了 我直接租出去 然后全世界到处旅游多好 哈哈哈哈 没有我还有个小孩不能躺平 我要是自己的房子 我才不开咖啡店呢 就是啊 多给你点凳子用 喝起来蛮醇厚的 带一点点酸汁 我觉得跟我们牛了个牛的拼配 还是有点像的 只不过是 我们呢 牛了个牛的那个咖啡豆的酸汁 会更加有层次感一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咖啡豆的这个酸汁 是比较平的这种感觉 这边还蛮多人在这边拍照的 这边拍照的 这边拍照的 中了多少钱呀 回本了 回本了 哈哈哈哈 在淮海路上有一套这个自己的房子 把这个房子弄成了一个小咖啡店 足以说明了什么 足以说明了它真的很热爱咖啡 对不对 小伙伴们 给你们一个选择好不好 如果你们在上海的这个淮海中路 全上海这个最贵的路段之一吧 有一套这个这种自己的房子 你们是愿意自己开一个咖啡店 还是直接就把它租出去 受帮助 弹幕打一下 常常的画都是客人画的 这个画的就是你的人对吧 对 而且很有名的哦 他是跟东崎君德国奖的 一起领国奖的人 哇这个画的的确是蛮 我们家都是有名人过来的 我们家上黄鹰啊 唱歌的那个歌剧的 真的假的 当然了 我们家虽然店小 但是来的名人蛮多的 哇 孔祥东啊都过来的 哇你这个动作利索啊 这叫做 变麦拿铁有的 热的 热的ok好的 44加33多少钱 你购完了 77嘛 嗯77 哈哈哈 小哥都绷不住了 哈哈 因为我有什么好事 并没事 我想要那个打包装 ok没问题 你要打包装吗 哇这个女孩子做起来咖啡 确实是看起来很有魅力 很漂亮 是不是 应该是吧 这个我是要骗一下这个 这个观众打一个弹幕出来 哈哈哈 然后呢弹幕就会出来 是的 我变成网红店 是因为小哥也 你这边本来就这么多明星 哈哈哈 美式是多少钱 美式23 23 好的 贝拉小屋真的是 大家伙一定要来这个淮海中路 来跟老板聊一聊天 可以和Lisa的咖啡 Lisa Lisa在日本待了13年 啊真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啊 我很久了 我98年就去了日本 上班上了13年 你才多大 我看着你像90后 你98年就去了 对 你猜我多大 哈哈哈 98年 98年去日本上学的吧应该是 上学留学 那应该是上初中 或者是顶多高中 大学毕业去的 他们的这个大乐透卖的也好 我说你们的大乐透的生意太好了 还可以 还可以 谢谢你 我们就是咖啡加菜 是一种最佳的形象律师 好 我们是Puddle呢 拍了好多老板的做咖啡的 走了 谢谢小弟 拜拜 拜拜 生意兴隆 谢谢 下次我哭了 过来请你喝咖啡 你不来 不喝吗 我就请你喝了 走了拜拜 再见 生意兴隆Lisa 谢谢